中文字幕提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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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 这位善知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午跟大家介绍了佛法的知见当中 这个无我的空限 是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一个证件 在获得这个证件之前 我们所有的修行 都只能是盲修下恋 但是这些盲修下恋要不要呢 还是要的 虽然是盲修下恋 但也只能可以算是 修行的准备工作 很多人一辈子非常辛苦的去修行 到最后他其实没有修行 他只是做一些修行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就是 资粮位和家行位 就是你没有离家出走 不可能去旅游 也不可能去看到任何的风景 就是准备了路费 准备了身体的健康 只是做了一些福德 质量智慧智量的积累 打下修行的基础 那么见到以后 才算是真正的开始修行了 那么开始修行从哪里修呢 见到以后的实修 也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大乘佛法特别强调 新地法门 就是当你懂得在内心去改变自己的思维观念的习惯 习惯性的思维 习惯性的一些观念 要把它改过来 那在心地上去改变自己的人 他算开始找上修行的道路了 那我们讲 做这个修行准备的 一个是资粮 一个是加行 加行就是在你 内心中已经开始观察 听经文法 开始用功 包括念佛 包括打坐 包括吃树 放生 种种的行为 特别是 当你妄想 纷飞 烦恼重重的时候 你懂得用一句佛号 或者一句咒 能够转换你的妄想 通常我们的生活习惯 在整个人生当中 都会把错误责怪在别人的身上 很少把错误归根到自己的心中的 但是你见到以后的人 不一样 见到以后啊 就是看到自己每个人的身心 都像是虚空一样 他的本质并没有对立 也没有伤痕 也没有是非人我 这是我们心的真相 一旦见到了这个无我的真相呢 他内心中生起所有的烦恼 就知道 这个问题根源不在别人身上 根源都在自己的心中 因为自己有妄想有颠倒 所以很难证得佛一样的智慧 所以佛在菩提树下 他悟到了 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得向 当于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如果离开妄想离开执着 那无私自自然自自得现前 就是不需要老师教导的 自然就有的 这个智慧啊 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就会呈现出来 所以见到以后的人 他在道上了 我们没有见到的人 还不在道上 不在道上就还在家里 还没有出发 那你一旦出发了 你必须要有眼睛 那看到这条路 才能往前走 那看到这条路呢 你还要两个腿往前走 才行 光看到这个路不走 你还是原地踏步 没有进步 所以当你见到了无我 你要看看 无我在你的生活中 能不能拍得上用场 在你生气的时候 在你产生贪欲和烦恼的时候 拍不拍得上用场 如果拍得上用场 在哪里用 所以见到以后的修道 修道就落实在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 在你的第六意识 就我们的妄想纷飞啊 在妄想的第六意识的这个心上 我们平常的感觉到的 这个心情啊 情绪啊 心念啊 妄想啊 思维啊 种种想法 太多了 把这些想法 要转换到相对稳定 不要那么散乱的状态 怎么转呢 如果大家直下能够看见自己 可以不打妄想 那你直接就可以去看 但是我们这个想法 这些妄想啊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第六意识的妄想叫做 妄想颠倒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想法 全是错的 全是错的 你不要说 那不对吧 我今天想去拜佛 难道也错了吗 错的 你想什么都是错的 因为你一想 就会觉得是我在想 就想到一个东西 想到的你就以为是真的 就像说 你看见水中有个月亮啊 你想就这个水中的月亮 你想见办法想就这个月亮 全是错的 因为水中没月亮 你想就这个月亮 你怎么想 都是错的 所以地藏经大家都读过 地藏经为什么说 严福提众生 起心动念 无非是罪 无非是业 就你的起心动念 全是罪 这个很麻烦哦 平常我们以为说 我心里想坏了 才是罪的 我想好 我怎么还有罪啊 你想好也是罪 你看别人手机想起来 你想你就是罪 你打万想了 就是所有的起心动念 都是对立的 都是善恶好坏是非人我 种种的像 而且这些像 全是假像 你都信以为真 特别是情绪 好坏 啊 觉得自己太真实了 太痛苦了 太快乐了 这一切 原来都是一种幻觉 都是把水中的月影 看着是水中的月亮 太当一回事了 而且当一回事呢 你如果只是 把一个猎头当回事 还不要紧 你一辈子所有的猎头 都当一回事 完蛋了 你这一生中 所有的执着 全部执着在这些猎头上 人家那个圣经里面 都说过一句话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酵 这个上帝也够坏的 他明明知道说错了 他也发酵 就我们的所有想法 不符合天理 奇怪了 这个想法还不符合天理 为什么不符合天理 古人说 天不炎而至高 地不炎而至厚 那个大地他没话说 他长得那么厚 天没话说 他长得那么高 我们人呢 就吉利呱啦的在那里 一直在想 这个脑子里面啊 一直在唠里唠叨的 没完没了的 自言自语的 从早到晚 从春到冬 从小到大 从生到死 没有一刻停止过你的妄想 这些想法 太颠倒 一个是想法本身就错了 第二个呢 围绕这个想法 我们抓住自己的想法 不放 更错了 所以错在哪里啊 错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你想法就错了 一个是你抓住了想法 要不放就更错了 所以佛说 妄想执着 妄想 只是你的想法 执着呢 你还对自己的想法 特别当真 有没有这样 你心中所有的仇恨 所有的喜悦 所有的爱 所有的恨 全部都是把你的想法太当真了 所以你就被他困住了 你的生 生命 你的真心 本来是 自在无碍 洒脱 没有任何的牵挂 无牵无挂的 结果你一妄想 一抓住他 你就有牵有挂了 就变成 做简自负 把自己的心 层层的包围 层层的捆腹 哎呀很可怜的是 我们被自己给绑架了 被别人绑架 前有可怨 被自己绑架了 被某一些观念绑架了 被某一些想法绑架了 虽然说母爱是伟大的 母亲对子女是无私的 但是你仔细看 没有无私的 还是有私心 因为他爱的是自己的子女他才爱 如果爱别人的子女 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 那叫无私 但是做不到 自己的子女跟别人的子女 怎么会是一样呢 肯定不一样 所以佛陀 像一切佛的 一切众生的大慈父 大慈母一样 佛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 不但一切众生是佛的子民 是佛的孩子 佛把他们都当亲生的孩子一样 而且呢 我们要把一切众生都当成佛一样 如母友情 一切众生都如我的母亲一样 要这样子去看 你才是真正的大笑 真正爱一切众生 才是真正的慈悲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对自己的观念 对自己的想法特别当真 因为这些想法 让你终生受苦 不但这个最深终生受苦 你如果这些想法不放弃 不转换成清净的心念 你还生生世世被他所困 最深能来到这里轮回做人 是因为这一期我们的妄想 想要我们的父母亲 所以跑过来了 但是来一生 你会到哪里去 就是根据你的心念 引导你去的 就像大家今天来这里听课 一定是你打了妄想才能来的 你没有打妄想你来不了 做任何一件事情 杀人犯火 贪嗔吃骂 全是心念作为引导 所以这个心念 你看上 好像他看不见 但是你的所有言行举止 都是被他所驱使 我们很可怜 被他所驱使 什么叫驱使 奴隶 被奴隶主拿着鞭子在后面抽 他在前面跑 还要为他干活 还要被他打 我们自己 这一身 这个肉体 累的要命 辛苦的要命 就是被自己的妄想 牵在鼻子跑 这个妄想还在那里天天的 在埋怨自己 抱怨自己 撤离自己 还要让自己受苦 全是这个妄想 做的怪 如果你没有看见 这个妄想有多厉害 就是 我们一个妄想的生起来 它就种下一个生死的因 一个妄想 一个妄想种下一个生死的因 将来 我们就要有一辈子 产生这个因的果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大家最深来做人 全身的最后一个孽头 害了我们 让我们来做人了 但是到底害了你没有呢 如果你最深能够用功修行 进步 改善自己 也没有害我 但是你在六道中 每一生 都是有这个孽头的力量 在驱使的 然后我们这一生 也同样 一个孽头 是会成 成为你这一生的 整个人生的一个定格 什么意思 就是 比如说我 我在 十六岁之前 我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要出家当和尚 但是在十六岁某一天 可能就打了一个妄想说 当和尚也不错啊 好 这个妄想打起来了 完蛋了 你每天就打这个妄想 要不要当和尚 要不要当和尚 然后去看书 当和尚比不当和尚好 当和尚比不当和尚好 你的力量就像气球一样 不停地给他打气 打打打打 这个气打得比其他的力量重了 结果我这辈子就活在和尚的世界里了 你看我这辈子就在和尚的世界里 那不是和尚怎么回事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这一生是这样 所以那些人 好人 坏人 幸福的人 痛苦的人 是什么气打他的 他的心念 他的念头 你一个念头 看上去好像没多少力量 但这个念头是发酵的 是发酵的 你给他不停地增加这个念头 增加力量增加力量 所以你要不停地说 我要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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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什么都挡不住你 你就是要修行的 你说我要往生净土 信愿恳戒 这一次一定要往生 一定要往生 到死的时候 其他的念头都被你打败了 往生净土的阿弥陀佛念头 没有打败 你就一定能往生 这个心念很奇怪 他有力量 每个心念都有力量 这个力量最重的 他放在第一 这个排队排得非常有序 力量轻的放其次 再轻的再放其次 再轻的再往后排 然后力量最重的放在前面 那我们这一生呢 你每天打的什么妄想 你就增加那个妄想 所想的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如果想的多 那个力量重起来 他就排到前面去了 所以你很想修行 到最后修行 可能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 你就变成一个修行人了 你很想去干坏事 想着想着有一天 其他的力量都没有干坏事的力量强 你就干坏事去 他很有序 但是这一切的想法 无非是上念 恶念和无忌 上念呢 上上到往上走 恶念呢 往二走 上二到往下走 无忌呢 就是随缘 不管身在哪里傻乎乎的 不知好歹 我们这一生 多少的妄想 不管你有没有妄想 有妄想 全部会造成一种生命的动态 不能安定 所以内心为什么在轮回 轮回这个轮子没停息过 一直有我在这里撞 那撞的就是你起心斗念 就是轮回的动力 那懂得无我的人就知道了 这个妄想啊 它只是圆起法 有什么样的圆 你的内心就反映什么样的影像 内心就好像是静止 这一点 神秀大师说的一点没错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世 物时惹尘埃 就你的心像镜子一样 外面境界来了 里面就现出来了 外面没有境界 它里面就没有 你在擦镜子擦了半天 那外面的影像来来去去 你抓住这些影像想不放 错了 我们就会抓住自己的影子 脑子里面的想法 放不开 你观察现在的心 有没有对过去哪个人 哪件事 讨厌的仇恨的 有些人一辈子 从小恨那个人 他就恨一辈子 很奇怪 仇恨的心啊 虽然抱不了仇 但是心里一直恨着 那你这个恨放在那里 就不停的发酵 内心就成一个仇恨的人 心里 结构 身体 环境 都被自己破坏掉了 所以不懂得 在善恶无际的妄想上 转换自己的 也就是你不懂得 在心地上用功的人 他不算是一个修行人 这句话要记住啊 你天天只是懂得到庙里去 拜拜佛 烧烧香 功德香 放放钱 做做义工 做做好事 天天经 臭臭热闹 这个只是做修行的准备工作 不过这个准备工作也很重要 要结法缘呢 你要是没有不停的跑庙里 你都听经的机会也没有了 你如果不听经 你能自己用功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你不知道啊 所以你 世面跑多了 有机缘 机会就多了 跑多的人 总比跑少的人机会多 那机会多了以后呢 他有一天 他就听进去了 听到法就知道 哦 原来学习佛法 是要在自己的心裂上 开始改变自己 心裂改变了 他的身体就一定会改变 身体改变了 他的生活习惯就会改变 生活习惯改变了 他家庭就会改变 家庭改变了 社会就改变 他的天下就改变了 我们不要小看这一列心 就是妄想颠倒的这一列妄想 表面上看 好像无主轻重 你打一个妄想好像没什么奇怪 打一个妄想又 社会上的法律上讲 打妄想又不犯罪 是不是 你想想有什么关系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想想有关系 不是没关系 因为身口意这三页 深夜的行为 口夜的行为 真正身口的行为 它的源头在你的意义 也就是说 你的内心有好的想法 有善良的想法 有善良的念头 你的语言才会美好 你的行为才会好 如果你内心总是充满了 对立 矛盾 烦恼 你这个语言出来 一定是有带刺的 带烦恼的 如果你内心像春风一样 非常清凉 非常舒服 那你的语言出来 就会很舒服 所以中国古人有句话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因为狗的嘴巴里面没有象牙 它吐不出来 那就是说 你内心有善良的想法 有正念的想法的时候 你的行为 你的语言 才会端正 那么这个心念呢 它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像一个大海 这个大海的风 只要一吹到海面上 有一滴水就会把它 变成水泡 风吹到海上面就有波浪 这个浪花是哪里来的 浪花就是水被风吹起来的 吹起来它又吹成水泡了 我们看它的颜色就变白了 那叫浪花 如果这个风没有了 它回归于大海了 浪花就没有掉了 那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就是梦幻泡淫 这个泡就是水泡 就是我们过去生的夜 这个夜风很大 一吹 吹出一个水泡来了 我们这个水泡还不小 这个水泡延续的时间要几十年 就你生下来那一刻开始 其实是投胎那一刻开始 这个水泡已经开始形成 然后到你慢慢老化了 死的那一刻 水泡就破灭了 所以在水泡上面 太阳照过来五光四色 各种色彩斑斓 各种漂亮的 你看上去 哇这个水泡真漂亮 像珍珠一样 在阳光的照耀下 非常的光彩夺目 光彩照人 但是当这个水泡破掉以后 什么光都没有 它还是回归于大海 就像你这一生 无论多少荣华富贵 长得漂亮 多少人敬仰你 或者非常的荣耀 但是在死亡面前 完全平等 没有一个人例外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水泡 我们无死竭来 一生就吹一个水泡 再过一生 又吹一个水泡 然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又吹了很多的水泡 只是小水泡 那个小水泡就是一个孽头 哇 诸位想一想 你这一生打了多少个妄想 能说得清吧 打多少个妄想 你这一天打多少个妄想 这一年要多少个 无量无边啊 你打一个妄想 关键是一个妄想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妄想 这个妄想 如果你把它吹大了以后 你发现这个妄想里面 还有无数的妄想 可怕就在这里 我们这一生做人 仅仅只是一个妄想 那我们来做人 结果做了人 你看这个水泡里面 又变成无数个妄想 又种下无数个因 生死的因 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漂亮的人 你不要轻易说 哎呀 这个人真好看 你起这么一个孽头 你一定会有一生要跟他在一起 因为你觉得他好看 你的业力就跟他粘在一起 关键是他觉得你不好看怎么办 你就跟一个永远讨厌你的人在一起 你说多苦啊 但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 你说哎呀 这个人真讨厌 你完蛋了 你肯定要有一辈子 跟一个特别讨厌的人在一起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为什么夫妻是冤家 就是你的缘是你自己的因造成的 你不管他喜不喜欢 你就打了这个妄想 结果你有一生想 这个妄想的力量如果因缘成熟了 它爆发出来就是一生 那这一生的夫妻当中 又有多少的恩恩爱恩恩怨怨 有抱怨 有爱有恨有讨厌有怀疑 那这些孽头 不知道你的脑子哪一天 那个业力起来 那个风又对哪一点水感兴趣 又给他吹出个水泡来 你看看 就好像这个地道帐一样 你进了一个地道旁边有无数个地洞 你不知道装到哪个洞里面去 装到那个洞里面又有无数个 这一生到了轮回当中 我们打了无数的妄想 做了无数的好事 做了无数的坏事 然后你的心念最强大的那个力量掀出来 这个力量有一天你没兴趣了 那时候活得太累了 谈恋爱也很累 成家也很累 感情也没什么意思 不想要了不想要了 不想要你念头还很多 你总得要 在轮回就是这么可怜 所以这个妄想 它可怕到 让你前无时后无中 你如果没有看清 这个生命的业力 这个夜风吹过来 把大海变成海浪 变成波浪 变成波浪以后我们就去流浪 风月吹我们的浪到处飘 就流浪 你只有把这个夜风停止掉 不再吹这个水泡 这个夜风一停止 所有的水都归于大海 风平浪静 完好如初 但这个夜风你停不下来 所以见到以后的人呢 他发现他知道这个波浪的水 就是大海的水 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波浪 波浪只有水 被风吹起来才有波浪 这个风把它抽走了 风停止了 这个浪就不存在了 那我们这期的生命 我们的妄想 我们的自我 是被我们的夜历 夜历 夜历也叫夜风 夜就像风一样 我们的身口一三夜 都像风一样 特别是一夜 我们的想法就像风 所以经常见面的说 你今天过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你们今天到这里来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你看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你想要来的那个就是你的风 所以人生所有的作为 都是你想到了你去做 哪怕我们很愚蠢的想一些傻事 想到自杀 想到害人 都是自己想到了才去做的 那你想到了这个风 想到的是一个很坏的 恶业的时候 你就做出这些恶事 就坏事 想到很善良 他就做善 善和恶 永远在轮回 在对立 所以见到无我的人 他懂了 他知道 我这个风 要让他停止了 不能再随波逐流 不能再随风动摇 这颗心 就像风一样 或足或幼 或冷或热 一回来一回去 一回喜欢一回讨厌 这个心一直在动摇 一直在飘 在飘 你的妄想一直在飘 像游魂一样 到处飘 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妄想 一个金斗云十万八千里 你人坐在这里 心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它一直在飘 怎么办呢 别让它飘 你不想让这个先飘 你就要把这个风停止下来 不要给它鼓气 怎么停止 诸位如果当下能停止 最好 一孽不生 能不能停止一下 但是好像能停止得了 一时停止不了一世啊 你用功的时候说 是啊可以啊 我停止就停止吧 装傻哈 其实也不傻 你坐在那里一点不傻 什么想法都没有 为什么不傻 因为师父讲什么话 你听得清清楚楚 什么都不想 他却很清楚 所以 懂得用功的人 是在这个地方 就知道自己的心念 不好玩 最好是不要用心 不要用念 不要用第六意识 人言经教官大师的 正脉书里面 特别强调 我们修行要用根不用实 实就是第六意识 就是你的妄想分别 你不要分别 千万不要当心说 哎呀我不分别 会不会上厕所上错了 男中找女中厕所去了 不会 你如果不分别 这个生命的本能 它会分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分别 你在大街上走路 哇特别安详 不相信诸位试试看 你现在不分别 你不管师父讲好讲坏 讲什么你都不要听 不要理他 也不要打妄想 理不理他这个念头也不要有 你看看 我们大家每个人 他的坐姿 他的表情 都是最舒坦的 你们看不见别人的表情 我都能看见你们 就这个时候 你心里什么想法都没有 你是最舒坦的 你的心是最自在的 没有皱纹 心里没有纠结 舒坦开来 而这个时候 你的表现 是最正常的 你不该讲话 你看 鸦雀无声 我该讲话 我停不下来 不需要想 他的表情 他的表现 他所作所为 最会恰到好处 最会恰到好处 当然 诸位还没有见到 如果见到了 那实践这句话 就更容易了 没见到 你还会当心 这一当心 又是被妄想给牵走了 当心也没有 恐惧也没有 你任何时候 只有在这个状态里面 什么害怕都没有 有些人说 人一多 站起来讲话就会害怕 声音就发抖 当你连妄想都没有 什么是非啊 什么高低啊 什么对错啊 全部都没有 但是你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 佛法里面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先 抓住一个拐杖 站起来 抓住拐杖 站起来以后 你拿着拐杖先走路 走着走着 你感觉 你站得住了 什么是拐杖呢 就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你在念 或者念咒 或者念经 那我们念佛是 最好的一个拐杖 就这个人世间 世出世间 没有比这个拐杖更好 这个拐杖 除了让你能当拐杖以外 它还有巨大的加持的功德力量 有人说我念佛跟念 念石头是不是一样的 那念佛也是一心不乱呢 念石头也可以一心不乱 石头石头石头 念到一心不乱很专注 不打万想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 念佛 你加持的是佛的功德 念石头加持的是石头的功德 所以念久了以后 你就变石头去了 念变石头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念石头 这个念它会有力量 这是非常关键 你那个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 想得你非常烦恼 所以人到了四五十岁以后 人为什么会有皱纹啊 脸上会有皱纹 这个想法太多了 自己应付不过来了 对这个人世间没兴趣了 所以皱着眉头 越皱越活越没劲 走路的动作也慢下来了 因为前面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了 四十岁以后的人 对人世间真的没什么好玩的 鲜鲜感的东西都没有掉了 那小孩子啊 他看什么都鲜鲜 他特别有劲 但是岁数大的人 他没劲了 他没有冲劲 没有冲劲 你看他早路反慢下来了 没冲劲了 早路反慢下来 腿脚又不好了 吃着也没觉得东西什么好吃了 所以牙齿也要掉了 看眼神没什么好看的 所以眼睛也要花了 听了也没什么好话要听了 什么话都那么回事 所以耳朵也要聋了 它自然的反应 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不好玩了 如果世界好玩啊 你活一万岁你也会玩 但世界不好玩 所以活着活着就没劲了 就想走了 所以第六意识的这个妄想的力量 必须通过在自己心念上懂得转换自己 那这是一个解脱以后 只把心念转换成无念 六祖大师说 我此法门以无念为终 有念皆是错 无念才归终 有念 就一定会有效 不管你心里想了什么念 你说我念佛还不行啊 念师父还不行啊 念阿弥陀佛还不行啊 归根结底的说 有念都不行 但是念阿弥陀佛这个秘密 就是为了让你不念 才先借助这个念 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 先用洗衣粉来洗衣服 洗衣粉一放上去 那个污渍全部没有掉了 于是你想这个洗衣服也很好 你看把我的污渍都去除掉了 所以你把洗衣服 把洗衣粉也留在衣服上面 结果也坏了 那洗衣粉也要把它洗掉 洗衣粉用什么洗呢 用清水洗 你说这个清水很好 你看把我污渍也洗掉了 把我洗衣粉洗了 那个清水很好 你把清水留在衣服上面 还是不行 还是要把它烤干 你衣服才能用 修行也是这样 你用天经文法 要修行的法门 然后用念佛 用持咒 用种种拐杖 为了把自己内心中 所有的污渍全部去除干净 当你去除干净 连去除都不需要去除了 你心即是佛心 何须再念 此心即是佛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懂得修行的人 他懂得在心裂上改变自己 那这是见到以后了 那第二个呢 更厉害了 裂头都没有了 我们怎么修 裂头都没有了 我们还要一个执着 所以佛一开始 华言经就告诉我们 但以妄想 执着不能证得 妄想是第六时 执着是第七时 妄想是我们脑子里面冒出来的想法 执着是你脑子里面没有想法 你还感觉有个我 这个地方很要命啊 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你坐在那里说 这样子我很好啊 我很安静啊 你想法没有了 为什么还感觉有我 所以有没有这样体会 你现在想法没有了 谁在这里 你感觉我在这里 那个我是什么样子 你又不知道 但是见到以后的人 他已经知道没有我了 知道没有我了 但是习惯性的我执 叫私货 还在 就是不自觉的会 为自己 比如说好吃的东西 这个筷子一伸上去 就往好吃的地方先嫁 他不自觉的 为什么我要好吃的 那别人要骂他 他不自觉的就先回他一句 他说如果没有我 你回他什么干嘛 你可以不用回啊 他不行 他习惯性的回人家一句 回完了以后 再绝招一下说 哎哟不对啊 我干嘛还跟人家计较呢 他也没有我 我也没有我 跟虚空一样 等他反应过来了 你再骂他 他不再回了 所以修行 往往会马后炮 但你发现了自己已经做错了 做错了不要紧 这错只错一次 第二次你别再错 前面这个孽头已经错了 那就让他过去 后面就不要接着错 所以见到以后的人 修行有个好处 他孽起即觉 孽头一起来 他能觉察到 但孽头都已经起来了 你觉察已经是马后炮了 怎么办呢 不要紧 已经起来了 这个就让他过去 你下一个不要再让他相续下去 所以心的相续啊 不停的会缩短烦恼妄想执着的 这种力量 但是如果你没有见到啊 你不要说打一个妄想 你一生当中都在打妄想 你不要说一个孽头恨人家 你一辈子都在恨这个人 你想你什么时候把这些 爱恨的这种生死烦恼 把它化解掉呢 没有破除我之 基本上化解不掉 留在心中就像一个硬块 独留存在心中 难以化解 所以懂修行的人 一定要在自己的心里面 把你的妄想化解掉以后 还要把你没有妄想的 隐隐约约潜意识当中的那种固执 特别是对自我的固执 对自我的保护 把那个固执要不停的化解 不停的化解 化到最后能所双亡 对境不生心 身心不随孽转 这才能够真正的自由 就是在六十和七十当中 去用功 那见到以后的人 他在六十用功呢 实际上就是修习禅 所以诸位如果没有见到之前 我们也需要禅定 需要培养专注力 那见到之后 他的修行还是培养专注力 还是禅定 但是见到之前的修行 不算真修 因为你修行有时候修得好一点 反而会增加我吗 很多人修行 稍微修好一点 他对别人看不起 或者说没有看不起别人 但是老觉得自己有优越感 我是佛教徒 你们这些不幸福的人 你看怎么样怎么样 说人家 甚至说得很难听 甚至说别人都是业障深重 好像他自己就没业障一样 那这个是你有了能力 反而变得更加骄傲 你有一点智慧 有一点能力 有一点福德 你就骄傲起来了 所以你在这之前 就是见到之前 你需要把自己的定力提高 不能把这些带着稳定 带着这个学佛法的智慧 把自己的自我也膨胀起来 那些走火入魔的人 变成外道 变成邪教的人 往往都是 背后的我执很强大 没有破 知见不正 那我们仿佛知见都不正了 仿佛都有我执嘛 知见都不正 但是知见不正的时候 你要培养德行 把德行培养起来 自己多些谦卑 哪怕做得再好 也比较谦虚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遇到正法 知道无我 就OK了 就不会进入邪教 进入外道 那些进入邪教 进入外道的人 他的自我意识很强大 当你的知识丰富起来 能力强大起来 同时他的我执也强大起来 所以那些邪教都是很贪的 贪心很大 嗔恨很大 不听他的他会诅咒你 邪教的人 他会诅咒 他会恐吓 他会做精神捆绑 绑架你 那进行恐吓 进行这个精神的绑架 进行一些其他不法的手段 危害别人 摸取利益 就变成邪教去了 那些外道呢 也是我执非常强大 自以为有些神通 有些禅定 有些功夫 甚至有些人会看病 他就觉得很傲慢 有些人还是个巫婆神棍 跳大神的 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什么智慧都没有 那这就是凡夫 就是你有能力 你就嗜才会傲物 会傲起来 傲起来到最后 自己要承受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悟道之前 见道之前呢 必须把自己的这个持戒 皈依 还有发心存证 要把它培养好 把佛法的基础打好 见道之后 我们要懂得 在心地上用功 在这个六七十上用功 那在见道之前 如果广义的说呢 当然 大家到庙里面 见到佛菩萨 举一个手 我们不要说何瞻 若但举一手 或不少低头 点下头说 哎呀 你看佛菩萨这么好 这个渐渐积功德 皆宜成佛道 也会种下成佛的上根 也是在修行 就广义的说 你跟佛菩萨靠近一点 都是在修行 但是严格的说呢 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还没有去改变自己的心态 没有改变你的妄想 妄想没有尽量少打 你还不是修行人 你算一个信众 信徒 信佛的一个佛教徒 佛的弟子 不是一个修行人 你在心念上 不管你有多坏 但是你已经懂得 在心念上改变了 不管是穿衣吃饭 开车走路 睡觉 念佛 做任何事情 你一想要自己用功修行 你就懂得 在心念上赶紧转 最好不打妄想 最好不打妄想 实在迫不得已 那你就 把佛号当作妄想来打 你阿弥陀佛 把咒语当作妄想来打 大悲咒 心经都可以 把经书 诵经 念佛 礼拜 这种种行为 让自己的妄想少下来 那实在再不行呢 你就尽量少打 好的妄想多打一些 那个坏的妄想就绝对不打 那这也是 你懂得在心地上改变了 只有心地上改变了 你也算是在修道路上走了 那么如果是 见到以后 他又懂得常定的修学 懂得在六十妄想上 改变自己了 为师中讲得很清楚 叫六七应中转 五八果上元 六十就把它转成 妙观察的智慧 那么这个转呢 我刚才说 你不打妄想 这还不叫转 我们现在是简单的方法 想了那么多 我转过来不想了 很空灵 很灵敏 那我一个粗笨的方法 就我用佛号去转 我转不动这个妄想 比如说你心里忧愁的时候 难受的时候 压力重的时候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你就想 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保佑我 加持我 让我这个能度过难关 所有的妄想都能消除 所有的痛苦都要化解 你就祈求阿弥陀佛 完了以后你就 不停的阿弥陀佛 念到只剩下一句佛号 别的妄想急不进来了 你多念一句佛号 就会少打一个妄想 而少打一个妄想 就这个妄想本身 如果说会引发你一期生命的话 那就有无数的妄想 一期生命是一百年呢 那一百年要打多少个妄想 多少个妄想 如果其中还有初中的妄想 又要一生 又要无数的妄想 那个真的是没完没了 我们的流浪就是没完没了 所以净土法门告诉我们 若人净灭一句阿弥陀佛 可以消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八十一劫啊 一劫是多少年呢 人均寿命 十岁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乘一百 就八百万四千 八百万四千 八百万乘四千 这么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 一针 还一百年减一岁 从八万四千岁 再减到十岁 这一针一减 还算一个小节 你看这一个小节啊 有多少的时间了 这么长时间 有多少个生死生灭在这中间 八十一劫 八十一啊 后面加一个一 你念一句符号 能够消灭那么多的生死 怎么消灭 实际上 就是伊丽莎中长世界 一个妄想能演化出来 无数的妄想 无数的生灭 那你这个妄想变成佛号了 那么多无数的妄想 无数的生灭 就从此被你消灭掉了 所以佛经里面讲的这些话 都是真话 没有夸张的意思 只是我们的思维太粗了 理解不过来 如果你心能够静下来 你能体会得到 所以平常 我们不要小抗你自己的任何一个妄想 要把这个妄想转到佛号上面来 就念这句佛号 那这个也叫转 就把妄想转成佛号 就要第六诗开始转 转转转 转到后来 真正见到以后的转是怎么转呢 见到以后的转 是已经看见水中没有月亮了 看见水中没有月亮了 这一转 涌转 什么叫一转涌转 我本来看见水中有月亮 想去救这个月亮 我想尽了任何的办法 让风停止 让水干净 把月亮变得又漂亮又圆满 好像追求这个才觉得有体面 才是真实的 其实转了一辈子 把月亮转了转得很好的很理想 结果风一吹又粉碎了又糟糕了 总是救不起来 所以人这个心他总是救不起来 这个第六意识你我直没有看透 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始终会围绕自我 转不过来 那有一天看到水中没有月亮以后呢 他就知道了 哦原来那个方向错了 原来想救水中的月亮 这个想法就错了 这个想法就被转过来了 那本来的想法是要救月亮的 现在的想法呢 是你看月亮 水中的月亮也挺漂亮呢 水中的月亮 它也会有光呢 你看那个水中的月亮 如果倒影倒到那个屋檐底下 它能像手电筒一样照到屋檐底下很亮的 是不是这样 那个天上的月亮屋檐底下它照不到 它只能照到屋面上 水中的倒影折射的光反上去 它居然能照到黑暗 能照到你的房间里面来了 你哪个镜子在太阳底下你就知道 那个折射的光哪里都能给你送 哦原来这个妄想还有这个作用 什么作用 妙观察智啊 这个妄想水中的月 它害你吗 水中月没有害你 水中的始终就是个月银 它什么时候害过你了 是你自己傻想去救这个月亮 你才让自己害得受苦的 本来我们这个身体啊 这个心啊都没有我的 没有我我们有想法该多好啊 你看你见到师父还是 至少会叫师父啊 见到你父母亲也不会叫儿子啊 你看这个脑子有分别性该多好 正因为有分别 你看有你有我有他有 春花秋月天地万物 这么漂亮这么完美 这么复杂这么丰富 全是妄想才能分别出来的 这个妄想该多好呢 妄想的本身它已经是没有我 因为你执着它有 所以你很痛苦 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哦 原来妄想也是没有我的 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啊 跟那个勇家大师说 勇家大师 说这个 说六祖大师 人者自身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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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六祖大师 问他 就是 你既然没有分别了 谁知道这个法 六祖大师回过来一句 勇家大师说 分别以非意 因为六祖大师说 你胜得无神之意啊 所以你已经明白无神的道理了 胜得无神之意 勇家大师说 既无神岂有意在 既然无神了 哪里还有意啊 六祖大师马上回来了 无意谁当分别 没有意谁在分别 分别以非意 就是他分别这一切法 是你生命的本能 所以这个见到以后的 在第六史上中转的人呢 他把妄想就转成妙观察制 所以你说师父有没有分别 佛菩萨有没有分别 佛菩萨如果不分别 怎么会把我们生命的 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东西 分析的那么清楚呢 什么是妄想 什么是颠倒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轮回 什么是解脱 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菩提 都跟你说的那么清楚 他不分别 他怎么讲啊 他必须分别啊 这个分别就不是妄想颠倒的分别 不是妄想分别 是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的前提 是要把第七史转成平等性制 平等性 就是我们的佛性是平等的 我们的真心是平等的 我们执着了一个我 我跟你就对立的 我跟他就不一样 这是我的就不是你的 你看就有分别了 就不平等了 只要有我在 就一定不平等 我们只要有我 我的东西 那个东西 东西坏掉可以 我不能坏 很多人保养自己的身体 百般保护 但是如果有一天说 你的病很严重 要截肢 不截肢 你活不下去了 他考虑不考虑 就把他截肢掉了 平时这个腿已经很好 对你很好 但是一旦危害到你自我的时候 他把腿都戒掉 所以人为什么要夫妻 为什么会离婚 会吵架 一旦危害到你了 你他都不要了 就离掉了 你觉得他很麻烦 太啰嗦了 伤害了我了 我很痛苦 不要他了 不伤害到你 你还挺要他的 你看这个人心坏不坏 因为他不平等 所以才维护自我 保护自我 有一天发现这个我没有了 诶 众生平等了 心和物平等了 他发现 这个生命 我生他生 身心和世界 全是平等的 没有一点的差别 就像 如果大家坐在这里感受到 你没有想法 他也没有想法 你没妄想 他也没妄想 你能稍微感受一下 你跟大家是平等的 我说稍微是只是相似的 就你想一下 我也没想法 大家都没想法 这个时候 知识没有用 想法也没用 富贵荣华也没用 贫穷也没用 长得漂亮也没用 长得难看也没用 男女老少都没用 为什么 因为没有想法大家都一样了 你感觉到你的生命 跟众生都一样的 这个平等性出来了 所以破除我之 不是我要去死 而是我跟这个世界 对立的那种孤独 隔阂完全化解掉了 但它隔阂化解掉了 不再有自我意识 自我感觉了 它从此以后 所有的想法 都变成智慧 平等也是智慧 妙观察也是智慧 最后它的阿拉耶什 才是一个大圆镜子 像圆满的镜子一样 照天照地 照破山河万里 第前五十呢 就像成所作字 眼睛能够看东西 手能够干活 嘴巴能够说话 你看成就你的一切 功德专严 万德专严 它能够成就 这就是务后再修 修到最后圆满的结果 当然 你修一步 你的这个果报 就往前提高 从出国罗汉 经历了八十一个位次 达到了四国罗汉 就八十一品 四货全部断尽 还要破除成沙 破除成沙 就是讲经说法的过程 把度众生的方法 慢慢的都掌握了 就破除成沙货 破除成沙货之后呢 还要破除无名 无名 四十二品无名 全部断尽 然后才圆成佛道 这样子 建 形 和果 就圆满的 完成了 阿弥陀佛 好